中国高速公路要大变天了 中英文指示牌或将全部换成中文指示牌 对此有车主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但也有人担心外国人看不懂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速指示牌的事情 经常跑高速的人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 现在高速路上的指示牌似乎有了变化 有些路段的指示牌再也不是中英文双标语 而是改成了汉字和拼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为什么在中国的高速路上会有英文出现 建国之后我国的经济一直不太理想 于是为了发展我们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以便吸引外企来投资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但吸引外资可不是想让他们来 他们就会来的 前提肯定是需要一个良好的政策 舒适的生活环境等等 而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 可以说几乎任何国家的人都在使用 也能促进各国之间更好的交流 因此高速路指示牌上 出现英文也就不奇怪了 就像我国许多公交车 地铁站牌等也都会加上英语 来方便外国友人 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 我国的高速里程数也在以指数式上升 如今我国高速通车总里程达16万公里 稳居世界第一 但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 关于高速安全的问题也不断出现 在方便国民出行的同时 也带来很多隐患 其中高速指示牌就给人带来很多不便 因为在之前的指示牌上几乎都有英文指示 甚至有些设计不合理的 英文字母要比汉字大很多 这就导致爬高速时 司机想看指示牌行驶时 先看到的是英文 发现看不懂的时候 才会去看中文指示 但是高速公路上的车速都是非常快的 司机不但要注意与前车的距离 还要注意其他道路上的车辆状况 所以就不能很快的看到牌子做出反应 但可能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车子就超过指示牌了 在高速上一旦走错路 那可能就需要再往前跑几十公里 到下一个口才能回到原路 简直是耗时耗力 甚至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剧 因此啊 这个时候就有许多的车主不理解了 既然是建造在我国的高速公路 我国的驾驶员才是主要的服务群体 为什么要在指示牌上设置英文提示呢 之后有人专门做过研究 在只有中文指示牌的道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 要小于中英指示牌的道路 所以很明显 原本是给司机提供便利的指示牌 反而给司机增加了负担 而我们国家在听到群众的呼声后 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缺点 于是很快相关部门便开始着手 更改指示牌的工作 随后大家就慢慢发现了 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 已经逐渐出现了变化 原本的中英文指示牌上 有的全部变成汉字和拼音了 有的则把原本很大的英文缩小了 根据数据统计 截止到2020年 我国已经更换了28万块高速指示牌 或许大家会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那是因为我国的高速几乎遍布了全国的各个角落 就之后还没有全部换完呢 但是对于此事 网上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是外国人司机他看不懂中文的话 那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解决 其实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思想还停留在之前 现在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 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 一些事情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 就像现在国际上 学习汉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 中文都是非常流利的 甚至有些说的比中国人还好 像这样的情况 还会有人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中文吗 就算真的看不懂中文 现在的导航也非常发达 并且支持各种语言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我国驾照政策当中 有明确规定 外国人想要在中国开车的话 必须要持有中国的驾照才可以 而这个过程 必然是需要通过笔试等等科目 才能拿到中国的驾照 所以能够在我国高速路上开车的外国人 必然是能看懂中文的 那些担心外国人看不懂的朋友 只能说真的是操心太多了 其实通过这次指示牌的更换 再次彰显了我国文化自信的提升 不再一味的迁就外国人的认知方式 也不再一味重洋媚外 确实应该是值得称颂的 对此更有一些网友调侃到 我们中国的高速公路就应该是这样 毕竟在外国公路的指示牌上 就几乎看不到任何汉字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非要照顾外国人的感受 应该是让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 学习我们的文字语言和文化才对 由此可见 更换高速公路指示牌这件事是深得明昔 当然还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 就是不能因为指示牌变简单了 就可以在高速上掉以轻心了 还是要小心谨慎才行 毕竟高速上的汽车速度非常快 任何一点的意外都可能造成成统的悲剧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欢迎留言讨论